忽命中有财 命中注定有钱财 道次可赚到钱 何必一定要做这种杀生害命的事业呢 这就是老和尚讲的 君子乐得为君子 小人焉王做小人 小人去脱东西呢 原来是他命中有的福报 不是因为脱东西才得到那个钱 而是他命中就有那个财富 所以他焉王做小人 我们要知道财富是从布施中得来的 所以你这个造成杀生 造杀生的事业再来赚这个钱 事实上他是损服的 是不能够致富的 我们前面有讨论过 他是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个福报 跟这个财富累积下来 没有办法的 而且富也不够三代 恐怕一代都没办法就结束了 而且甚至会遭受一些灾祸 我们看了很多 有些得忧郁症的 像我们前面有讨论过 台北市有一个专门做冷冻猪肉的商人 他最后呢 他因为自己得了忧郁症嘛 他就把自己关到冷冻库里面去自杀 像这个都是因年果报 那另外有一个呢 他也是卖猪肉商的 他最后呢 得了癌症 最后他怎么自杀呢 就是他拿他平常杀猪的那个秃刀 自己自残 最后呢 自己就这样的结束自己的一生 这个看了很多 得不偿失 得不偿失 那么发生在我们台北呢 台北县 有一对夫妇呢 辛勤的这样的 节衣收拾 他们做什么呢 就是卖猪肉摊 那因为卖猪肉摊呢 也赚了很多钱 后来买了很多房地产 后来再增加一个猪肉摊 就变两摊 那么他先生呢 雇一摊 太太呢 雇一摊 结果呢 因为老婆逐渐老了嘛 变这个黄脸婆 那么 他先生呢 常常猪肉卖完以后 都跑去附近呢 跟他的情人相会 那个情人呢 是从中国那边 移民到台湾来的 年纪比较轻 后来他先生呢 跟这个中国来这位女子呢 发生感情 有时候会越不归宿 越不归隐 他老婆知道这个事情 可是怎么问呢 他都不讲 因为年纪大了 他的儿子呢 觉得妈妈这个切猪肉的力道不够 就跟他妈妈讲说呢 我买一支呢 更利的那个 屠刀呢 给你 这个杀猪刀给你 以后你就不要那么大力 轻轻地斗一下 如果就斗断了 他的二儿子买给他的 大儿子呢 后来是因为 忧郁症 有一点精神失常 大媳妇就跑掉 所以大媳妇所生的小孩呢 就变成这个老妇人 自己来养 那么他二儿子呢 还不错 帮他做一点家事 就买了这个屠刀给他妈妈 那有一天呢 他这个老先生回来以后 回来太晚 然后他就非常生气 怒火中烧 就问他说 你刚才这么去哪里 他倒头就睡不理他 老妇人呢 就拿起棍子呢 把他先生敲昏了 敲昏了以后呢 就用那一把 他儿子买给他的 很利的屠刀 当场把他先生解剖 甚至把他的 这个下底全部割断 四肢都全部割断 两手两组全部割断 把他下底也割断 然后在旁边 朗朗质疑说 我看你能再怎么样作怪 突然间回神 他的孙子在旁边看到 惊狂失教 跑出去了 后来这个案子送到地方法院 在审判的前夕呢 这个老妇人呢 从高楼跳楼自杀 万般将补器呢 唯有夜随身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杀生 跟邪淫的果报 而且还是现作现报 现世报 所以这里跟你讲说 何必为此杀生 害命之事呢 报应如润伤走甚多 我刚才挤的那两三个例子 都是照杀业的 那报应呢 像任天理这种的 就非常的多了 我们应该要好好反省 切不可为了谋生 而反走向死路一条 甚至发生被盗贼抢贼 烧杀抢贼 或被洪水 大水 被大海 洪水泼浪 漂流而死亡的 淹死的很多 刚才这个任天理念 是被这个海水泼浪 溺死的 这难道不是上天 这未必不是上天 借着杀他的生命 以报应他的杀业吗 其实他是自作自受 天道好坏 不用上天去给你惩罚 燕心在属 他们的燕业 遇到英年汇风暑 果报就凡自受 这一段也是讲杀业的果报 那我们几个现代的公案 在2008年6月22号 在广东整韶关 有一个古姓的屠夫 这是发生在中国的 他在某一个屠宰场 将一头猪钢宰杀 实际上没有宰杀 断气 那一头猪没有完全被杀死 准备拖到烫猪池 里面都是滚烫的热水 烫猪池 那个猪突然间激烈挣扎 一脚把这个古姓屠夫 踹进那个烫死猪的热水池中 不是那个死猪掉进去 是这个屠夫掉进去 你说猪是笨吗 他还有办法把他踹下去 人死为之 猪死为人 当时附近负责屠宰 拖拉跟烧水的工人 来不及救援 在这名屠夫内 自行从池中爬出来 最后因为严重烫长 全身都是溃烂 感染死亡 看到这个果报就觉得很可怕 你出的猪肉 都是这些屠夫 辛辛苦苦的为了专 虎口 他造了这么大的沙液 所以老和尚在讲经讲说 这些杀猪的 要杀猪前都会讲一句话 他们也是很无奈 他说猪啊猪啊 你是人间一道美食 人不吃我不杀 你要讨债请向吃的人去要债 不要向我要债 他推卸责任 或者是责任平均分摊 前几天发生在香港 疫情屠夫内 也是跟这个一样 要杀一头牛 其中有一头牛非常有灵性 要杀他的时候 他进来跪下去 然后眼泪掉下来 杀牛的那一个屠夫 他说他杀了三十几年 从来没看过一头牛 是这么有灵性的 其实每一头牛都有灵性 只是刚好 这一头牛 他业障比较轻 因为有些动物 他头身好几次 要缓好几次的血债 我们说剁血图 剁刀图 他要好几次 不是只有一次 那这只牛呢 看他可能业障比较轻 所以他们几个图 看了以后就很感动 后来听说几只呢 把那头牛买下来 把他放生了 不杀他了 这也是为我们的说法 好几次